SPM2006这一题 它是整个Linear Form的 Linear Law里面PAPER1 最特别的一题 它在SPM2006年出过 然后它又跟别的考题不一样 所以你在你整个FOR和FOR5的生涯里面 你的老师考试一定会出这一题 你一定会遇到它 因为它很特别吗 跟别的不一样吗 如果你的老师用心 然后要出一些不同的题目的时候 这个就很大可能进入他的视线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a 的部分 是Quadratic Equation so 减3x2加5 这样 然后 然后 b呢 是 大y等于5 他x加c ok 而我这一边我看到他的c是什么 c是减3 所以这个其实是减3 然后接着呢 他要我们express大y和大x and then of xy 你们看这个有5 这边有5啊 这个有减3 这边有减3啊 好 所以我就减3就单独 没有x的 所以我这边除x2 它就变成减3 所以这个除x2 除x2 我这有y和x2 等于减3加5 1和x2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y和x2等于5 1和x2减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大y是y伯 x2 我的大x是1伯 x2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大y 大y 比 大x 大x 比 gradient 是5 一样 c 是减3 当然你们的老师也有 把这一种题目做出一些 不同的改变啦 ok 然后呃 但是他的那个概念呢 就是 你从这一个变成这个 然后你去对他的大x大瓦 还有他的m跟c 这样